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到这个事情 其实我要提的是什么是有效日期 因为它用的原料因为是有包装的 包装上面说有效时间是到某年某月某日 然后超过了它就还是拿来用 这个就违法了 问题是使用这个过期的这样子的食品 或食品原料是不是就表示它不安全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议题 各位观众可以去思考 以一个业者来讲 如果你站在业导 我今天做了一个产品 我做了一个包装饮用水 我要标它的有效日期 我怎么决定它的有效日期 我是根据什么 可能我是一个食品 例如说饼干好了 可能比较好决定 这个有效日期呢 是我经过的储存实验发现 过了这个时间点 它可能就没有那么脆了 好我就把它定成有效日期 但是表示它不安全不能吃吗 绝对不是 它只是没有那么好吃的而已 所以它就这样去标示 所以有效日期不表示它是不安全的 也不表示它是不可以吃的 在这边我可能要提到另外一个观念 全世界大概有全世界目前还不到80亿的人口 大概有七八亿的人口还是处在挨饿的状态 那我们每年浪费的食物大概有三分之一 也就是可以吃的食物大概三分之二进到了人的这个嘴巴里面 还有三分之一都浪费掉了 所以这个观念 我必须要讲欧洲的很多国家其实是比较先进的 所以他们会允许过期的食品提供给消费者 甚至这个丹麦有一个超市 它专门卖过期的食品 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它就专门卖过期的食品 那当然它有一定的把关 不过这个食品拿到 你看它的标识都过期了 它让它合法经营 有的人常常问我 这个家里去买了一罐这个牛奶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结果不小心一看 哇 过期了 因为现在的标识 它常常标识成这个 有的标识成嗓味器 有的标识成有效期 保存期限 对 当它的名词它没有界定的那么清楚 有效期限 对 那我刚刚要谈的是 例如说你一罐牛奶 它过了 应该是昨天到了它的保存期限 那你今天才发现 一整罐还没喝两口 你要不要喝 因为现在我们的食品加工叶子 都非常的小心 它如果标识这样子的 例如它的储存期是十天 事实上它是非常安全的 因为这个标识这个有效期 还有一个意义 也就是我标识了这个有效期 例如说到这个 3月16号有效 3月16号以前 我厂商负责 16号以后 你要吃可以啊 你自己负责 那所以 回到刚刚的问题 你这个牛奶你要不要喝 对自己决定 那你问我 我会闻一闻 然后 凭我的 不用讲专业 就用尝试判断 这是可喝的 我就喝了 那我喝了这几十年 也没有怎么样过 所以 所以 这个是 因为它的问题是 介于食品安全 跟食物浪费之间的议题 所以食品安全 也不可以无限上纲 我大概主要想要 表达的是这个意思